哈啰 我是李祖 龍爺 蛤 我是茶米 嚇死你了嗎 看你有沒有在認真 你看到沒有 龍爺 今天是算什麼 軟絲 今天又要上課 軟絲 其實我每個月都很期待上課 就是補充一下自己的知識 然後與其我們去實踐的夢想 夢想 對啊 這樣一直都是我的夢想 那今天的話一樣 就是我們是請余拓嘛 嗯 那也是很榮幸就是邀請我們 一起 就讓我們一起來 認真的上課 Let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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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韋力 今天這次是要講釣軟絲的部分 軟絲乾一般 只有八尺到九尺 因為這個是比較適合 超乾的廠 那其實它在台灣 或是在日本也不一定說它只能拿來釣軟絲 它其實一些根魚啊微鐵啊其實都可以玩 所以它竹子你會發現它做比較鐵桿的生物 所以這種幹子的話基本上 五線都幾乎不會超過一點二號以上 因為一點二號以上第一個線徑會變比較大 那相對也會比較抹到那個珠子的壁面 你會覺得甩不遠 然後後面的長度主要是要讓你跑的時候你都可以握 因為一般釣軟絲不會像釣淡水布牙一樣 譬如說單手拋頭 因為 手會受傷 再來就是說你會不好使力 不好操控 紋度也會不夠 所以一般 我們在拋的時候也只會握在別人 這樣去拋頭 做這個動作 然後至於其他的配件 因為這個一般其實現在釣軟絲會比較用小別針 或是這種像這種丁字轉圍 丁字轉圍是可以讓它稍微比較靈活 你會發現用別針跟用丁字轉圍 同樣的木蝦在水裡在超乾的時候 跟它水組是不一樣的感覺 有用轉圍的話 它可能木蝦跳動的話會比較靈活一點 然後像 因為我主要會 今天會介紹就是 Evergreen的木蝦 以進口木蝦來說的話 Evergreen所有木蝦的精緻度 算是比較高的 顏色種類很花俏也很多 它木蝦可能 你會看到型號 我覺得它可能會有分 所謂的XS 或是XD 這種 它其實它分的就是 木蝦前面這個牽的重量 一般可能XS可能會落在差不多16克上下 那正常版的話 它可能會落在18克19克左右 然後XD的話 可能會落在20克21克 Eggie的話 你不要小看這可能一兩克 一兩克它下沉的速度就會差 最主要木蝦為什麼要做那麼多重量選擇 主要是看你的現場那時候的流速的狀況去做判斷 流很緩的話 我不需要用到那麼重 因為下沉速度太快 假設你用比較重的話 OK 你木蝦跳上來 它相對下沉速度太快了 可能是也會怕 你要讓它稍微有一個懸浮的感覺 可能是才會靠近 OK 老師 我想問一下那個木蝦顏色的選擇 我認為啦 是硬的而已 粉色系啊 橘色啊 這種黃色啊 都屬於比較亮色系 這個會比較應用在晚上 自然色系像我們講 會比較屬於像可能 藍色啊 或是魚的顏色 魚皮膚的顏色啊 這個都會屬於比較自然色系 它可能會應用在水比較清澈的時候用 但講白的就是 你要種卵絲啊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顏色倒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你跳陸牙的那個動作 在水裡呈現的動作 它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就是人家說 吃母光啊 不然又吃黃昏 為什麼都挑這兩個時段點 比較容易種卵絲啊 卵絲它其實跟魚一樣 它那個時間會密實 黃昏會有一些回生物出來 出現 然後再來就是說 小魚會出來密實 它卵絲又要吃那些小魚 基本上是半個小時以內 然後剩下的情況 就是要看你的流水 因為卵絲是跟著 流水在泡 所以並沒有說 哪裡比較會種卵絲 主要是看你的 整個環境跟地形啊 因為像你整個環境 都是藻礁場的話 它吸息地比較多的話 相對小魚會比較多嘛 它相對會比較在那裡 樹性老 像如果像西海岸的話 它可能比較屬於沙地 花絲會比較多 因為花絲這種東西 是比較貼禮物的 它可以因為地形而去變顏色 自我保護的功能 然後再說 卵絲的季節 其實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釣 那只是說 體型大小差別 數量多寬的差別 所以釣卵絲 我們要拼的是大隻 體型稍微比較大的 至少你也要 一斤吧 所以 基本上我其實夏天 我就不太會釣卵絲 因為 釣起來就是小小隻的 其實卵絲長很快 它一年可以長到一斤 多兩斤 然後基本上它只要交配 交配完它就掛掉了 可是有時候你看到那種 晶瑩上的 那應該都半生了 哈哈 它都沒在交配了 對啊 三生的 我懇責你 釣大卵絲或花枝的話 基本上都會從 差不多春天開始 差不多過年後 過年後到 可能釣到五月差不多 那假設 你是要剛開始學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從夏天開始釣 因為夏天 你種卵絲的機會 相對的會比較高一些 你今天抓到那種 釣卵絲的感覺 你在冬天的時候 你可以應對大部分 卵絲要來吃 真正要吃的時候 它會整個 第一種吃法 它會整個抱上去 有的會移動很快 只是慢慢移動 那個時候就可以開槍了 那就是開槍的時間 然後另外一種吃法是 它會有兩根很長的屑屑 它一般在台裡的時候 它是把那兩個屑屑隱藏起來 好 然後它攻擊的時候 它會彈射屑出去 把木蝦給你回來 好像有東西這樣 拉一下 你不要馬上 我們就擠得開槍了 你要稍微讓它 其他的屑也抱上去的時候 天使開槍 你比較容易中到卵絲 然後第三種吃法 是比較健的 抱上去之後 它就不動了 你要跳木蝦的時候 你會肯定到 欸 我中中的 原來是中卵絲的 它就是 真的是抱著就不動了 通常我們都會 它的線背稍微轉 鬆一點 因為卵絲它 本身是純肉的動物 它沒有所謂的硬朵 在它的屑裡面 不要說什麼 卵絲 一種卵絲的時候 它一衝 它在衝的過程中 你去鎖線背的話 那個卵絲一定跑掉 因為去鎖線背 它出現變緊 你等於是把它鈍掉 你又讓它出現的話 它會牢牢的一直 被鉤子黏在它身上 比較不會脫鉤 雖然介紹這些東西 那其實最基本的 還是救生衣跟釘血 一定要有 因為這種安全的東西 千萬不能省啊 因為 真的每年 每年釣雞釣 或是釣黃骨 軟絲的過海 非常多 所以安全非常的重要 嗯 還好我們都 做足準備 安全第一 有美麗的夕陽 不進了 噢噴了又噴了 有了有了 中魚了中魚了 中魚了中魚了 哇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